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到了冬天了 冬天是中风的一个高发季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担心 这个担心肯定有 尤其现在大家特别注重对于中风的一个预防 你看体检项目里面 是不是都有这个颈动脉的一个筛查 这是不是都跟中风是有关系的 一定要注意提前预防 就我有时候就会担心 因为家里头老人岁数都大了 60多了 包括还奶奶呢 就老担心他们又基础病 糖尿病的糖尿病 高血压的高血压 还有高血脂 所以就比较担心 那个父母啊 岳父岳母 他们的这个中风的风险 对 确实是 现在老年人也是一个中风的高发年龄段 我们问问厂商的观众朋友们 有没有自己呢 包括家里边的人 也有这样的一些担心的 害怕有中风的危险的 年纪也大了 也是糖尿病啊 高血压啊 都有了 就是吃出来的 跟这也有关系是 所以现在呢 有人好激动 一激动的血压就上去 一激动的血压马上就上去 就是 所以大家应该有这样的尝试了 三高和中风也是有密切的联系的 只要是身体上有这样的慢性病 基础病 恐怕呢 咱都得来关注一下了 这个宝盒里有可能装的是什么 是能够帮我们来预防中风的 是不是 那今天啊 咱们就给大家来揭示一些 能够预防中风的奇招 都有什么呢 咱们先来给大家揭示一个啊 好 这个奇招就在这个宝盒当中 它是 没装进去吗 没有是吗 这怎么是空的呢 难道是空气吗 空气预防绝招吗 开玩笑呢 开玩笑呢 这是 没有开玩笑 这专家说里面确实是有防中风奇招的 哎呀 这是不是我有点学艺不惊啊 那这样吧 赶紧请上专家来 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智门医院的常敬凌主任医师 您好 常主任 欢迎您 哎呀 我刚才都演砸了 明明您说了 这个宝盒当中是有奇招的呀 可我一打开都是空的呀 是不是 您没往里面放东西呀 哎 这个还是要分人的 这小东西也见人下菜碟 还分人 没错 像我们男嘉宾和女嘉宾的身材不同 肯定是要采取不同的防中风的方式 像我们男嘉宾这种超重的人 是我们中风病的高发人群 据研究显示 超重的人比正常的人 患中风病的风险高出40% 尤其是辅行肥胖 所以这个人咱们得先分胖人 还是瘦人是吗 是的 那对于胖人来说 咱们得看一看了 咱到底算不算胖 这个也是有一个标准的 对 这是我们这个体重指数来区分 我们是正常身材 还是肥胖身材 还是重度肥胖身材 那么我们超重和重度肥胖 都会给我们带来中风的风险 简单的计算呢 就是用自己体重的公斤的 这个数值除以身高的米数的平方 然后得出一个平分的数值 对照一下 我们是属于哪一个类型 打比方说我们是160斤的人的话呢 就是80公斤 80除以 比如说1米7 就是1.7 再除一个1.7 得出的那个数值 就是我们自己的体重指数 那中医怎么看待呢 为什么如果要是体重比较胖的话 很有可能是会有中风的风险的 对 那么我们早在古代就说了 中风非外来风 乃本气病也 凡人年欲四旬 气衰者多有此疾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中风病呢 第一个是老年病发病多 年过四旬 这个等于四十多岁以上的人 那么多有此疾 那壮岁之际无有也 也就是我们中青年 不会有这个疾病 但是呢 若肥胜 则兼有之 也就是说我们体重超重了 那可能会有会得这个疾患 那么一行胜气筛如此 也就是说我们形体肥胖 又加上气虚 那么就会得这个病 在临床上呢 有很多案例 我门诊上就有一个中年男性患者 他在杂志社工作 那么长期熬夜 饮食也没有规律 不爱运动 形体是肥胖的 正好碰到工作 特别紧张 劳累 又赶上时至隆冬 气候寒冷 导致他突然发作中风病 出现偏身麻木 偏身瘫痪 语言不利 严重地影响了他的生活和工作 给家庭带来了一些破坏性的影响 所以对于胖的朋友们 尤其是到了冬天 就更应该格外地警惕 中风的发生了 因为这个先天条件 基础不是特别的好 没错 容易有中风的问题 那基本上这期主要围绕我开展发 这期刀您也别瞒着了 对 我这个反正也没有展示出来 这盒子是空的 但是得看一看了 到您这儿 您会变出什么样的东西来呢 那让我们来揭晓 同一个盒子 刚才我一打开它就是空的 这还真是看人下菜碟 这您是变魔术的吗 您怎么就从这盒子里抽出东西了 你看 确实是看人下菜碟 人家专家一抽就抽出来东西了 大家看看这个黑黑的东西 大家认识吗 可以 来 看一看 牛肉干 牛肉干 不是不是 这像药片一样的 有味吗 有味 不认识它是什么 你就敢往嘴里放啊你 没事 有大夫在这儿拍 什么味道 虎吗 你以前见过它吗 没见过 也不认识这个是什么东西是吗 这是中成药还是 但吃起来像是药 这有点像那个 像树枝截断了那种感觉 一片一片的 你确定它不是扭扣吗 也不扣 好 确实很多人都不认识这个药材 这是什么呢 这个黑黑的东西啊 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第一个起招 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 叫胆男星 胆男星 听过吗 没有 没有 听过 大家可能对这个药比较陌生 胆男星是这个我们预防和治疗中风的常用药物之一 它的前身呢 是天男星 那么我们天男星 经过牛羊猪胆汁泡制以后 就形成了我们胆男星 那么我们天男星呢 是有温造有小毒的 那么经过我们浸泡以后 它就变成煤毒的了 那么我们原来的温造的性质 经过炮制以后呢 就变成它以含量的性质 变成这个清热化痰这样的一个功效 这个天男星原本是一个植物 然后经过了动物胆汁的炮制之后 变成了现在的这盘药 胆男星 是 但您刚才提到 它现在的药性就是良性的了 是能够清热解毒 还能够化痰 对 但是这个和连续有什么关系啊 你是看他这体内有热 还是需要给他解解毒了 这是为什么要用胆男星呢 早在古代 我们一家的朱丹西先生就说过 肥人多痰 那么我们不得不说一下痰和中风的关系 那么《丹西心法》中风篇中就说到了 尸土生痰 痰生热 热生风也 尸土 中医里面认为就是痞 痞失晕化了 那么它就会生痴 痴呢 在身体欲久了就会化热 化热生痰 热就生风 所以最后的结果还是体内有风了 有风痰 有热痰 导致的我们这个中风病发生 所以我们用这个药来治疗这个痰热的这个病人 那您的意思是取其他化痰的这个主要的功效 对 清热化痰 那到底怎么去用它 咱们待会慢慢给大家介绍 我们可以先回到座位上 好 谢谢 主任 那是所有胖的人都要警惕中风吗 是不是特想知道这个答案 对 这个问题问得好 刚才说到胖人和痰的关系 那么我们就说一般胖人呢 他会有痰失比较胜 那么痰失在身体里淤酒化热 出现一些痰热的症状 那痰热的症状都有哪些呢 比如说头晕目眩 大便密节 舌红胎黄腻 面红目翅 这些症状 那么我们有了痰热的这些症状 我们就发作中风了吗 不是这样的 那必须有一些诱因 它才会发作 比如说我们饮食不节了 酗酒了 劳累了 突然有一些寒冷的刺激 比如说天气骤变了 没有顾护好 没有穿好衣服保暖 那么都会导致我们这个中风病的发生 也就是说你有了痰热的这个基础 又有了一些外在的诱因 你才会得这个中风病 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 基本上胖的朋友们呢 都是属于痰失型的 但是容易发生中风的 这一部分是痰热型的 没错 那咱们可以对照一下 在屏幕上出现了这么多的一些反应 如果要是痰热的肥胖的朋友呢 它就会大便干燥 头痛头晕 面红木赤 舌苔呢是黄腻的 舌苔是红红的 大家对照一下 自己属不属于这个类型的肥胖的朋友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呢 也可以对照一下自己身体的状况 看看您呢是占了几条 连续你自己分析一下 我就觉得因为有时候我高血压嘛 有时候血压稍微高点就会头疼 偶尔会有一点头昏昏沉沉 到不了头晕的地步 但是像面红耳赤和大便干燥 我还真没有 所以那个舌苔 我自己也看不见 也不会诊断 所以我觉得头痛头晕 可能我稍微占一点 其实刚才我们发言的那位观众 对照一下比较脸色的话 他的脸色就有一点偏红 对 那您对照一下屏幕上的反应 您占了几条 我大便干燥 头疼 头晕 我粘这俩 但是从我们这个角度看您的那个脸色 也是有点偏红的 这里边咱们是占了一条就算 还是说所有的这几条都满足了 才算是弹热型的肥胖 一般这个舌苔 我们基本上就能够判定 它是不是弹热了 但是其他症状我们要综合考虑 所以更稳妥一些的话 还是找到中医师来给我们做一个辩证 看看我们属不属于肥胖 尤其是弹热的肥胖 就容易和这个中风发生关系 那刚才您带给大家的这个小旗招 就是用胆男星 这个是怎么用呢 能够更好的让我们预防中风 胆男星呢 是我们预防和治疗中风病的 常用药物之一 那么它在我们很多中药方系里 都有这个胆男星这个药物 比如说针对咱们痰尸的人 我们中药常用的一个方子 叫倒痰汤 里边有胆男星 那么针对我们弹热的这个患者 我们常用的腥楼成气汤 里边也有胆男星 这个腥楼成气这个腥 就是我们这个胆男星 那么除了这些常用的方剂以外 我们还有一些治疗中风病的成药里面 也有这个胆男星这个药物 比如说人参赵丸 小葫芦丸 这些药物里面都有胆男星这个药 因此胆男星在治疗中风病里 就非常的常用 那咱们怎么用呢 如果我现在已经对症了 就是属于弹热型的了 针对中风弹热 我们常用腥楼成气汤 腥楼成气汤呢 是根据我们古方 大成气汤进行加减 那么胆男星和瓜楼相配 有清热化痰之效 大黄芒消 有通便的效果 那么针对中风病痰热症 具有很好的疗效 比如说大便蜜节 舌红胎黄膩 还有我们的面红木赤 头晕目眩 都有很好的效果 这个剂量我们就是 按照屏幕上的剂量 去可以用应用吗 可以按屏幕上的剂量应用 那我们来看看 针对弹热型的肥胖的朋友们 如果要想预防中风的话 腥楼成气汤 主要的用量是 胆男星9克 瓜楼9克 大黄3克 芒消3克 这个是入冬之前 咱们来服用 还是说一年四季 都有必要去服用它 帮我们来预防中风 这个药不是长期使用的药物 是我们发现了 自己有弹热症 以后我们才去使用的 肯定不是一年四季都能用的 那么首先我们要看 自己是不是有了弹热症 那么针对我们有弹热症的时候 我们在冬天 如果有弹热症 我们在冬天使用这个药物 那到什么程度 咱们就可以把这个药 停下来了呢 是要完全瘦下来吗 不是这样的 还是要看我们的舌头 如果我们舌头已经不黄 不腻了 那么舌头也不红了 同时我们大便干燥的症状 也没有了 那么头晕头疼的症状 也不见了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 我们这个药停了 主要还是根据我们的症状 来进行判断 因为刚才呢 常主人也提到了 这个胆男星是用什么 来炮制的 胆汁 动物的胆汁 所以外面呢 就是黑黑的 然后刚才连续也尝了一小口 是有一些苦味的是吗 开始入口不苦 但后来呢 咬碎了就苦了 对啊 所以我们也很担心说 哎呀 这样如果要是入药的话 会不会特别地苦 所以呢 之前我们的导演呢 也泡制了一杯这样的药物 连续辛苦你来品尝品尝 看看能不能够接受这个味道 这个呢 就是我们提前准备好的 星楼成气汤 连续你喝一杯 这一杯呢 我送给后面的观众 起个好听的名叫望风水 为什么叫望风呢 就喝了它就 就永远地忘记中风这个事 来喝预防 别忘了呀 你得远离它才行 哇 不好喝 特苦吗 啥味 不是特苦 就像那个 有点像百兰根西式的 石碑那种感觉 百兰根好像还可以啊 而且有甜甜的味道 但你知道 看着很像那个 明虎桃汁炸出来的 就是预期太高是吗 但是如果真的能 像那种肥胖人 预防这个中风的话 我觉得 多苦都可以接受 对 没有那么苦 但是它中药味 也不是特浓 但是挺怪异的 刚才连续说 这杯特难喝 您觉得呢 觉得喝着还可以 劲儿苦点 能接受吗 能接受 那如果要是说 坚持喝一个月的话 您能坚持下来吗 能坚持下来 好 这样才能够 更好地远离中风 不然我们都知道 中风的危害有多大 是不是 但其实刚才呢 常州人一直在强调 这个药呢 是不能够长时间喝的 最好还是要辨证 对 如果是弹热型的 那就比较适合 用这个星楼成气汤呢 来预防中风 如果喝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最好应该去找到中医师 去调一调药 因为这个是一个经典方嘛 肯定会在这个基础之上 再去加药或者是减药 才更合适 我们去调理身体 刚才呢 咱们是用这个星楼成气汤啊 帮助大家呢 尤其是肥胖的 弹热型肥胖的朋友 来远离中风 那您说了 到了冬天啊 很多人呢 都知道冬季要进补 但是对于 已经有弹热型肥胖的 这些朋友们来说 或者说 能有中风可能性 危险性的朋友们来说 还应不应该去进补了呢 来 我们看一看 此前做的网络调查 我们看进入冬天 能否吃点补异的东西 来预防中风 能还是不能 我想先听你李然的意见 我觉得应该能吧 就算是身体肥胖 我们不也说 很多人是虚胖 如果要是说是虚症的话 那是不是冬天 就应该多补一点 虚实 平衡 我是这个理解的 你看他一直在点头 你是不是特想多补一点 不是想我是虚胖 我就是虚胖 就是冬天就必须得吃点 什么涮羊肉啊 什么的烤肉啊 火锅呢 要不就身体就不好 那你的意思就是 火锅能预防中风 涮羊肉能预防中风 我觉得应该吃点 因为冬天本身就容易中风 你要在自己吃的没营养 是不是 你就反而更容易那个中风了 尤其这气温一下降 听他这么讲 也有点道理 我也倾向于这样一个观点 那我们来看一看网络上 朋友们的选择 到底能不能够吃点 补义的食物 通过补义来预防中风 我们看66%的朋友们 选择的是能 只有34%的朋友们呢 不太认同这个说法 所以听听常住人的专业意见 胖人在冬天是补义补义的 刚才我也讲了 胖人多谈湿 谈热 使用鹿绒 人参 这样的温造之品 容易助火生热 因此应该慎用 除此之外 还有鹅椒 熟地 这样的滋溺补义之品 能够助长痰湿 我们也应该慎用 但您刚才提到的 都是一些补义的中程药 而且很名贵 那如果像连续刚才提到 吃点肉 涮点火锅 这样的方式 不知道对于预防中风 有没有帮助 那是肯定没有帮助的 那我们这个肉 涮羊肉是确实好吃 但是羊肉本身也是 这个温热的这个补品 同时呢 我们不是说一点不能吃 那我刚才说的是合理进补 要适时 适量 我们来吃这个肉 鱼 蛋 都是可以的 不要超量服用 所以说无论是大热的 滋溺的药材也好 还是说能够让我们身体 产生更多能量的食物也好 都有可能会助加 我们身体当中的湿 而这个湿就是产生 中风的那个根源 所以还是到了冬天的时候 对于某些朋友们来说 不太适宜进步的 所以我觉得对于连续你来说 最好的方式就是 早上小米粥配腐乳 中午绿豆粥配酱萝卜 晚上你就喝点米糖就得了 我保你能瘦到一百斤 你信不信 我受不了 我真受不了 喝粥是一个很好的 我们中医讲叫 弥粥自养 也就是说我们喝这个粥呢 能够起到一个养胃的作用 但是我在这里又要给大家带一个奇招 也就是在这个粥里加上奇招 预防中风病 所以你看了吗连续 还是得喝粥 关键就看这粥配什么 我知道有一种海鲜粥 海鲜粥 这咱懂啊 而且海鲜里又富含什么 Omega-3 就那种好的那个油 就搁点螃蟹 搁点海参 你这是解馋 到底能不能温预防中风 这真不好说 海鲜是生坛的呀 来 看看饱和当中有什么呢 这是加粥里面的药 对呀 加在粥里面的 到底是什么奇 海螃蟹 我只要一拉肯定是空的 所以这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 来吧 还是交给我们专业的常驻人吧 只有专家出手 才能够拿得出 有奇招作用的东西来 那让我来给大家揭晓 同样的东西 同样的盒子 为什么你一拉就能出东西来呢 这是淡竹叶 这个是 用竹叶来熬粥吗 不是 那就不成大熊猫了 好清淡是吗 那我们先回到座位上 慢慢说这其中的奥妙 那您带来这个奇招的用意是什么呢 在没给大家揭晓 这个谜底之前呢 我要给大家讲一个传说 那么传说呢 在天木山脚下呢 住了一对老夫妇 这个老夫妇呢 常年的积善行得 那么有一天呀 这个老夫人就患了咳嗽 咳痰 不能平卧 晚上连觉都不能睡 那么我们八仙之一 韩湘子就前去看老夫妇 那么他拿了一根竹子 弹竹 那么一头呢 伸到炉堂里 那么另外一头呢 他就流出了枝叶 那么他接了大半碗 给了这个老夫人 分三次服用 很快这个老夫人呢 咳嗽咳谈就好了 这个枝叶呢 我们后人呢 就称它为仙竹粥 那我下面就揭晓的谜底呢 就是这个竹粥 加到我们粥里 不是用鲜的竹叶去熬粥 而是用就是竹子 竹杆当中的 蒸发出来的液体 来做这个熬粥的配搭 对 才能够预防中风 是的 这个在临床上用的多吗 临床上用的多 这个竹粥呢 还有成品 我们中程药 复方鲜竹粥 也是我们经常用的 这个一味药 那么我们在粥的保健方面呢 我们把它加的粥里 能够清化我们的谈热 嗯 鲜竹粥是趋谈热的 对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由竹子产生的这个鲜竹粥 那么鲜竹粥的作用呢 是精热或谈 定精力翘 起到这样的作用 那么我们临床上 针对我们 弹热的病人 会使用鲜竹粥 那么我们也会加到 清热化痰的方子里面 去起到清热化痰的作用 中医认为 百病皆有痰作祟 那么临床上呢 很多患者 在没有得中风之前 就已经出现了 痰弦庸兽 他平时呢 痰很多 可白年痰 或者黄年痰 那么我们在发现 这样的症状时 早期给他使用鲜竹粥 这样的话呢 就缓解他这个 弹热的症状 那么起到一个 预防中风的作用 平常我们在药店当中 买的都是一小罐一小罐 还看不到里面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今天呢 常主人带来的一小罐 仙竹粥是这种 淡棕色的 琥珀色的 特别好看 而且特别的清透 那个颜色 像那个 有点像什么酒的颜色 不 像普洱茶 对 特别像普洱茶 你闻闻什么味道 怎么了 就非常像那个 那么好闻吗 腊肉的一个味道 我都闻到了 还真实 那是因为是用火烤过的吧 对 对 对 刚才常 放进炉堂中嘛 对 这能喝吗 刚才常主人提到嘛 就是你要想把这个 仙竹粥给它 立出来的话 是需要加热的 估计这个是用烫火 或者是那个炉火 给它弄出来的 所以就带有了那个味道 有一种焦糊的 有点 挺重的 用这个来熬粥 你觉得怎么样 连续 就直接倒到粥里 那么熬嘛 粥熬好了以后 加上咱们这个仙竹粥 再煮15分钟 就可以服用了 咱们可以把具体的做法 跟大家来说一说 好的 我们回家之后 就可以来做这个 仙竹粥粥了 我们用小米 加入800到1000毫升的水 进行煎煮 那么粥好了以后呢 我们将我们的竹粥 加入到我们的粥里 再煮10分钟 我们这个仙竹粥粥 就做好了 就可以食用了 那就是小米里边 已经进入了 仙竹粥的味道了 以前大家喝过 仙竹粥粥吗 没喝过 我们呢 已经提前煮好了 大家来分享一下 你怎么开始皱眉头 就是想想这个味儿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神奇的味道 也许跟小米 中合在一起的话 味道就不错呢 有可能 或者是不是煮完了 这个味道就蒸发了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吧 首先闻这来说 就不是那么重 是吗 对 因为闻过那原浆 再闻这个就好多了 对 因为那个太浓了嘛 煮粥是要加 1000毫升的水 再加上它已经熬煮了 10分钟了 会蒸发一些了 还行 味道会淡了 有一点点酸 就因为仙竹粥 它就是比较酸 你在喝它的时候 它肯定没有 小米粥好喝 但你想 喝它的时候 你有那么神奇的功效 可以预防脑中风 就如果不喝 单闻这味道 是可以接受的 我觉得 反正为了身体好 有点这个鲜竹粥的味道 也还可以 我能接受 对 我觉得是这样 就如果要是 对于肥胖的朋友们来说 你不可能说每天都喝药 那个日子也挺辛苦的 如果要是把这一点点的 有药物的作用的东西 就是混入到食物当中 这样就可以坚持每天喝了 对 长次以往 就可以让我们预防中风 对 我觉得挺好 这个鲜竹粥咱们在哪能够买得到呢 这个鲜竹粥我们在药店就可以买得到 会买到这样一罐一罐的成品吗 可以 有瓶装的鲜竹粥 会有大的包装的 对 那还挺方便的 那主要像这种鲜竹粥液 就是配这种小米粥 或者大米粥也可以 那我适合天天都喝吗 还是说有季节上的适应和不适应 是这样 就是我们实际上这个粥呢 不是所有体质的人 都适合喝我们这个鲜竹粥粥 那么脾胃虚弱或者脾胃虚寒的 就不适合喝我们这个粥 只有在我们有弹热的情况下 舌头也红了 胎黄腻 并且大便干了 我们把这个粥作为我们的保健 预防中风使用 喝那么一段时间就可以了 喝一段时间就可以了 在我们这些痰热症 症状消失了以后 我们就不要再继续喝了 所以刚才咱们从这个宝箱当中 已经取出了两个小奇招了 第一个就是用胆男星 第二个是用鲜竹粥 那接下来看看这个宝箱当中 还有什么样的奥秘 不信抽不出来的了 你还敢吗 再抽一次 吃点劲 你看 你说的对 使点劲就抽出东西来了 这是要装修 一个小锤子 这个有什么样的用意呢 长主任 前面我们已经讲到 我们有一些药物预防 以及食疗预防 那么下面我就要介绍的这个是呢 在家里有一些小奇招 可以用一些穴位的敲打的方法 来预防咱们中风 那么解决咱们弹热的问题 也是针对特别胖的 体内有弹热的朋友们 来长期预防中风 对 那哪个穴位有这样的作用呢 那么我就要给大家讲一讲 治疗这个弹热的 我要介绍两个穴位给大家 第一个穴位呢 就是风龙穴 风龙穴 它有什么作用呢 风龙穴 古人说了 弹多异象风龙穴 风龙穴呢 是足阳明卫经的落穴 它联系脾位两经 那么有健脾化湿 去弹的作用 所以去弹就能够预防风的产生 就可以远离中风 主要是起这个作用 没错 来 辛苦连续 请你到台中间来 我觉得这个穴位呢 对你来说非常的重要 你没事拿着小锤 经常敲一敲 就可以远离中风 是不是 来 也辛苦常主人到台中间 帮我们找一找 这个风龙穴到底在哪 怎么样利用好这个小穴位 常主人 这风龙穴具体怎么找呢 这个风龙穴 是我们先找到外吸眼 在外吸眼和我们外怀间的 中点的这个位置呢 前面的颈骨旁开两横指的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的这风龙穴了 先按压一下 然后咱们 就是它自己的两横指 对 大家也可以找一找 来 你找找试试 就是有一个小锅 这个外吸眼 外怀间 然后到中线的这个位置 中间 对 然后中间 硬骨头 旁开两横指 就是这样 对 就是这个位置了 找到了吗 找到了 你按压一下 试试 酸 胀 是吧 这个是胃经上的落血 连落皮 对 您这有一个平头 一个尖头 那我们用哪个呀 那你就尖头呢 就是局限在我们这个穴位上 更准一点 更准一点 那平头呢 它就没有那么疼 我们可以再敲打一下 就舒服一些 但是肥胖的人肉多 用尖头可能刺激得更好一点 是吧 根据咱们感觉 以舒适为度 这应该是坚持持持以恒 才可以看到效果吧 我们每次大概敲打 五到十分钟 那么以舒适为度 那一天呢 可以敲三次 早中晚各一次 也是两边都有风龙穴 对 双侧的 但是我一边敲五到十分钟 还两边夹起来 敲五到十分钟 那您说这是不是一年四季 就是有没有症状 都随时敲着点 都没事啊 都没事 保健穴就是 对 那咱们带着大家 再来找一下 这个风龙穴的具体的位置 来 连续你再说一遍 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外膝眼 这儿有一个窝 到这个脚踝子骨吧 就这儿 比较高的硬骨头 连线的一半 终点 对 然后呢 再找这个骨头正面的一个颈骨 然后旁开两指 自己的两指 对 就是大概这儿 对 然后每天呢 最好要敲几五到十分钟 两侧都如此 对 然后如果有时间 有功夫的话 就每天敲个两三次 对 对吧 然后不管是不是在症状期 胖一点的人 都适合敲敲这个穴 对 尤其你肉厚的 这是我们去痰的药穴 你刚才提到有两个穴位 这是第一个 风龙穴 还有呢 还有第二个穴位是 咱们的制水药穴 制水我们都知道 刚才我说到脾胃 脾是煮运化水湿的 那么水湿不运化了呢 我们就会生痰 那痰雨久了 我们就会生成痰热 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个水管好 那么制水的药穴 是阴灵泉 阴灵泉 阴灵泉是制水药穴 阴灵泉呢 是我们足太阴脾经的河穴 那河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江河湖海汇河的地方 我们叫河穴 水多呀 对 所以就是在这个治疗 这个脾经的这个 管理这个制水的这方面 它又有一个奇效 长主 您帮我们明确一下 具体的位置 阴灵泉呢 是在我们膝盖下面 膝下 颈骨内侧的凹陷处 这点着就有点酸胀 这是不是有点血 对 是的 就是我们脚腿的内侧 膝下 颈骨的内侧 这个凹陷的这个位置 膝盖下面的那个小窝 凹陷的位置 这就是阴灵泉了是吧 对 这个地儿就是阴灵泉 膝盖下面的往下预捋 这个地方其实是有个骨头的 骨头后面就有一个小窝 这个阴灵泉应该就在这儿 感觉挺明显的 好像我觉得比前面那个要好找 要好找 这个一按就有一个那个酸胀的感觉 疼的感觉 对 那这个地方怎么去刺激呢 拿这个小锤子 我们拿这个小锤子 针对这个穴位 这么暗柔就已经有很好的效果了 看来 我们用尖头呢 我们点击这个穴位 这个比那个要位置 那么我们用源头呢 就在这个经络上 更大的这个面积来敲打 那您提到这个是一个治水药学 对 那这个和预防中风有什么关系啊 治水药学呢 就是我们它有健脾立湿的作用 就是有化水的作用 健脾立湿 那么就把水管理起来 那么它就不会生痰了 其实水也是生痰的一个来源 我们把多余的水给它沥走了之后 痰产生的就少了 也就可以让我们远离中风 同样也是要每天按五到十分钟吗 对 双侧各五到十分钟 每天一天可以做三次 以舒适为度 对 其实这个小锤子特好 这边是尖的 这边是圆的 可以根据自己这个适应度来调整 我估计这个尖的可能特别疼 这个顿的相对还好一些 连续你循序渐进吧 坚持吧 我这还挺疼的 是不是越疼越说明需要刺激疼 对 酸麻胀痛是我们这个穴位刺激的一个主要感觉 都是我们刺激穴位应该产生的感觉 你看今天咱们从这个宝盒当中拿取了三样奇招来对抗中风 第一个就是胆南星 当然也有一些非常经典的名方和忠诚样 第二个是仙竹力 我们可以用仙竹力来做粥 第三个就是刚才常主人带来的这两个穴位 我们可以用按摩锤在家坚持来刺激它 就可以让我们更好的预防中风了 非常感谢常主人今天的介绍 谢谢